圣安宫书法班每年春节都会在宫庙广场举办写春联送春联的活动 十周前来宫庙参拜的信众都被书法家优美的字体给吸引了 过来排队领取春联 而今年圣安宫书法班送的春联日期是1月14号到15号两天 欢迎乡亲前来拿春联和母娘结缘 圣安宫书法班成立十多年 由书法名师带领着学员用优雅姿体传扬母娘的慈悲文化精神 每到农历春节前夕 书法班的老师们还会在圣安宫前广场辉豪 用春联邀请信众和母娘结缘 圣安宫在前任的吴主委跟现任的樊主委任内 为了推广文化跟宗教做结合 所以在圣安宫成立一个书法班 我们书法班用意是跟母娘的精神做结合 推广母娘的词剧跟大众结缘 那我们这边推广的书法班成立十几年了 每一年到过年都会写作品跟春联跟大众信众结缘 1月14号到1月15号两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有书法名师在现场辉豪 今年是虎年 老师们也特别针对虎的词剧有巧妙的书写 像今年的话是未来是影年 我们虎虎生风 卧虎残龙 卢虎天意 那这个字呢稍微做一个应景的 卧就是我们三点水 一个乌 就是卧虎残龙 卧虎生风 卢虎天意 就是这个卢 卢家的卢 能够天年益寿 就不要再按传统的那种字面上了 一幅幅张挂起来的优美春联 吸引了许多前来参拜的信众靠过来欣赏 更开心的可以请老师现场写字 把独一无二的春联带回家 1月15号还有一天时间 想要和母娘结缘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这旅会竟然相报道